中魂归来,好气长存,祖国和人民一刻不曾忘记为共和国的今天抛洒热血的英烈 第十一批四十三位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昨天由空军运二龄专机接运 两架歼二龄飞机护航回到祖国怀抱 当接运护送烈士遗骸的专机飞过沈阳一所小学上空时 正在上课间操的同学们纷纷扬起头,向英雄敬礼 视频中,飞机正在飞过沈阳一所小学的操场 上课间操的孩子们纷纷扬起头,向空中运送志愿军烈士遗骸官果的专机敬礼致敬英雄 据了解,因为学校的位置恰好在每年运送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的专机航道上 所以几乎每年志愿军烈士迎回当天 老师和孩子们都会在操场迎接这些之前只在书本上看到的最可爱的人 不只是在视频中的这所小学 28号,沈阳的多所中小学都开展了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课 老师和同学们隔着屏幕致敬英雄 迎接牺牲在异国他乡70多年的志愿军英烈 志愿军战士是最可爱的人,是大英雄 现在他们终于可以回家了 我好想抱抱他们,告诉他们我们的祖国很强大 我们要像他们一样,在祖国需要的时候勇敢地站出来